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阿 我又要啊 你說不定要去另一邊走 不要啦 你自己跳我腳在痛 那是怎樣 就比較有你家啦 會在身打到頭的時候就很痛 不然就是怕比較久 腳也很痛 這樣嗎? 不可以 就是這裡啦 比較有你家啦 我就跟你說 叫你不要經常穿高跟鞋 你就說不會痛 我們進行上班長的習慣 不穿很壞 不可以 我帶你來看醫生 那要去 我很怕去面子 怕怕怕怕 你這樣不行 好啦 這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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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喔 這裡 足底筋膜的位置在腳跟與腳趾的中間 當忍戰活動時 它會支撐足弓的穩定 不過如果足底筋膜受到長期且過大的壓力 足底筋膜靠近腳跟處就會發炎 嚴重時發炎甚至會延伸到腳趾骨根部 足底筋膜的病人 早上腳跟著地時會感到疼痛 雖然多走幾步路能減輕僵硬疼痛感 但長期站立 走太多路後 疼痛可能又會出現 疼痛可能又會出現 足底筋膜炎的成因有很多種 常見於需要長時間站立和行走的工作族群 以及肥胖者 中老年人 足弓太高或太低 小腿急迫度緊繃的人 也容易得到足底筋膜炎 另外 長期穿高跟鞋 硬底鞋 無足弓支撐或磨損的鞋子 也容易導致足底筋膜炎發作 王阿姨這張電腦就完成了 謝謝 謝謝 所以腳還會痛嗎 沒有 腳不痛 腳在這裡也稍微看不太適合 王阿姨除了儀器治療之外 還有一些腳步的復健運動 平常可以在家裡做 這樣改善的效果才會更好 足底筋膜炎前拉運動 早晨下床前殼踩趴之後 做直前拉足底筋膜 維持20秒 重複3-5次 腳趾點地 腳跟後踩 腳踝背曲 腳踝背曲 手直接扳起腳趾前拉 小腿後肌前拉運動 小腿後肌前拉運動 在樓梯一接觸 將換腳後移 後腳掌懸空 將足根下沉至有緊繃感 維持20秒 重複3-5次 足底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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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 要搶高跟鞋喔 那不可以再穿高跟鞋啦 我最愛穿的耶 穿高跟鞋的時候 重心會壓在腳掌上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用到小腿肌 來幫助身體平衡 久而久之 我們的小腿肌 腳掌以及足底肌膜 都會有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不建議穿 另外像王伯伯腳上的拖鞋 因為足弓的支撐比較不足 所以也不建議穿 那我要穿什麼樣的鞋子 比較適合呢 我平時要注意什麼比較好呢 平時建議穿著有足弓 或足底支撐的鞋子 可以減緩足底肌膜的壓力 足底肌膜的病人 除了定時配合醫師 及治療師的治療之外 平時也要讓腳有充分的休息 避免長時間的行走和站立 如果體重過重的病人 建議要減重 在運動的選擇上 建議選擇游泳 騎腳踏車 瑜伽等 這些對腳底壓力較小的運動 謝謝佛麗治療師的解釋 我平時要注意我的腳較輕好騎 你今天要不然去說什麼 不然啦 我怕說我的腳又疲 不然我們腳去哪裡去好嗎 對啊 我不願意去 剛剛上述提到的一些注意事項 平常在生活上也要多注意 這樣才能夠早日康復喔 謝謝佛麗治療師 們 Compare丁 加 thrust & 感謝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